735年,孟豪然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漫游生活,回到襄阳。 在她的心里,家乡的山水才是最美的。 人是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 江山流圣记,我被赴登林,我被赴登林,我们又来了,一代一代人又来了。 我们提到的襄阳心中就会泛起无数波澜,因为那个是孟豪然的襄阳,是李白曾经来过的襄阳,是郭大侠曾经镇守的襄阳,是唐氏里的襄阳,是小说里面的襄阳。 是我们心目中的襄阳。 在襄阳,我的朋友贵宾带我去感受这座城市。 大冬老师,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说一定要带您来坐一下这个13路公交车吗? 因为您是要追寻那个孟豪然的足迹。 就我的看法就是13路,它是一个穿越古今的一路公交车。 既会穿越,就是说襄阳的那个古城,也会穿越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区。 襄阳是一座古老和现代交织的城市,经历了无数次繁华与战乱,毁灭与重生。 孟浩然的诗歌,已经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之中。 随风平生,花落之多少。 人去几树,要我吃天价。 绿树村莲河,青山莫外乡。 海鲜面长湖,茶酒花桑马。 来到丑洋日,花来有种花。 在这边,在这边。 对,在这边。 这碗面的话,和孟浩然,它是有很多相似的一些地方。 面和孟浩然有关系。 对,不是面和孟浩然有关系。 没有像孟浩然。 对,她的这个性格在里面,好客热情。 您试一下。 襄阳的外地人啊,就是不管他在什么时候,就是说,一碗面能够就勾起他的一个思乡之情。 对,这就是清代人想象当中,孟浩然,把他画得特别老,看他那皱纹特别多。 我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几岁,那脸上的皱纹已经布满了,看上去像花家老人。 文献记载,回到家乡的孟浩然,经常往来于汉江两岸,古貌书清,风神散朗。 是一位白衣飘飘的隐世形象。 这边是咱们的文献中心是吧? 对,这就是我们史学的文献中心,然后还是我们的一个收藏室。 哦,这些。 这些的来源是什么? 这些产品就是我们团队成立以来,在我们襄阳的城区,收集了一些襄阳市民,繁衍襄市民的一些生活的导物件。 哦,这个是什么? 总共的一个木杖。 哦,木杖,哦,对对,这是一个。 过去很多的家具就是木器嘛,这个呢就叫火龙缸。 过去我们襄阳老百姓这个驱蓝的一个生活物件。 它既能烤手还能烤脚,烤手手放在上面,烤脚放在下面,两个脚蹬在这上面。 啊,脚蹬在这上面。 尤其是老太太,老太太们。 这画面都很强。 这个是江苏会馆。 江苏会馆。 嗯,在明清时期,在我们襄阳汇聚着全国大大小小,二十多座会馆。 这是拇指啊? 哦,对,这是一个,这是一块唐代的拇指。 哦,寒代拇指。 哦,寒代拇指。 我倒是来之前做过功课的,这个是很有文献价值的一件。 对,对,对,唐开元时期,这个一个大将。 他是我们襄阳人,到最后开元二十八年。 哦,这个和孟昊然同一年去世了。 孟昊然也是开元二十八年。 啊,对,对,对,他也是。 他既然回到家乡襄阳,他们估计肯定有交往。 可以想象他们当年也是摇着小猪,在汉江里面。 汉江,啊,登山。 然后在县山上面,爬山。 包括孟昊然有一个诗叫《御柱子登县山》。 说明也有可能有海外诗。 也有可能有他。 江山流圣记,我背负的您。 对,对,对。 对,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墓主人曾经和孟昊然之间有一段, 有点交集啊,这个是,真的是很有感慨。 这个就是我们在襄阳寻找孟昊然的一个主要原因。 孟昊然,虽然他的墓可能已经不在了, 他的遗故也不在。 但是我们在襄阳城里面走来走去, 我们发现孟昊然几乎是无处不在。 在襄阳的大街小巷,在一草一木, 甚至在这个墓制当中。 公元740年,孟昊然在家乡去世。 在史书上留下了短短的45个字的传记和200多首诗歌。 这个地方就是孤映寺。 这个地方。 据文献记载,孟昊然的墓碑被移到了虎影寺。 后来,虎影寺逐渐地消失掉了。 孟昊然的碑也就无间去向了。 其实我们每个人去寻访,去访一个人, 或者访一个名胜,寻隐者不遇, 或者你访到一个名胜, 后来发现他已经变成一块废墟,一片焦土。 这个时候人的情绪才会最大的被调动起来。 孟昊然在活着的时候, 可能并没有获得他想要的那些名位,地位,名誉。 但是他可能获得了很多,获得了朋友。 好人的。 获得了山水。 获得了他心目中想要的一些东西。 获得了诗歌。 他人不在了,但是诗歌还在。 我们人还在。 我们的情绪还在这里。 我们人还在。 我们的情绪还在这里。 没有人 Ludovic第一大人在邀 drives, 没有人动用虚で的适当也一起怠。 任命娠人羡商。 日本人与卓 kinderen都 Fucklawan瓶。 因为你尽的战缘valひ就月下午。 最好你可以了解。